那我開始囉 你要我自己的錄影在哪裡 有啦 可以了可以 好 那我就開始囉 好啊 好 那個大家好 我們是第十六章 然後我是Johnson 然後Bin跟Sain 然後我們這張要講的那是 Structural Property Model for Deep Learning 這樣 那 就是 這今天也覺得很大 那主要就是我們會講 為什麼要草莓點啊 嗯 沒點 是嗎 看一下啊 看什麼麥克風又會講 喂 沒點了是不是 喂喂喂 沒有 你拿 你拿 拿近一點 他剛剛等是管的 喂喂喂 好 那我先繼續 那這張的話 主要是講PGM 等一下會講一下PGM是什麼 然後 我們會講他的Representation 然後還有他的Learning跟Inference OK 然後最後會講PGM跟DeepLearning的關係 然後用那個 那個薛詹曼記憶章做一個例子這樣 好 那也就沒電了 來來來來 這樣 可以進去 可能要3分50走到左邊 因為他那個相機會抓人的時候可以對焦 不然他有時候會死掉 對 就是左邊 就是有一台他需要這樣 而走過去就好像馬上就是對焦了這樣 那錯 我幫我看 咦 他的擦心呢 他那一隻可以嗎 他這隻可以嗎 就是 就是 他都沒刷 他把 他們公司把所有預算都拿去買那個 什麼 所有的預算都去買 要買GPU卡 電子都沒 那這這裡 沒有 可以用馬桑 等一下 才有一隻 他要再中去 他再中去 他就 是不是 他就 他有 要 就是 充滿 不是 充滿 有了 喂喂喂 還是我就可以來回歸 每個都在開始 這隻幼兒喔 那黑的哪裡知道 對啊 那我們先進去 好 那這張在講的是那個Properity Graph Model這樣 那我們選是初學啦 就是如果在場有比較熟悉這個的話 有我們講出來可以跟我們有些feedback 那它是一個就以為描述那個 這次會比較好 那個燈沒有像是這個 喂 喂 好 它是以為描述一個 喂 有嗎 有 OK 一個Properity Distribution 然後它是用Graph去描述它 對 那它基本上去看第二點就是它是 每個Node就會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然後還有它的NH就是描述那個Random Variable的Information 那基本上它有兩個比較常見的Property 就是一個DAG 就是有像圖 另外一個是Underwriting 就是有像圖的方式去表示 那今天我講的部分會比較久短一點 就是希望用理解底子讓大家可以有些了解這樣 那有像圖的話呢 它基本上就叫BM 就是Bashion Network 或是Brief Network 那我們用這個例子來解釋一下 那基本上如果我們要描述五個一個Random Variable 一個是grade 就是分數 然後第二是課程難度 然後第三個是學生聰不聰明 然後第三個是SAT的成績 那你可以用右邊這個方式去描述他們直接描述 像G就是grade G會點片堂就是D 就是這個課程難不難 所以它考出來成績就會高過D 然後還有它這個人聰不聰明 所以I就是Detailed 所以G的話它的Program就是D跟I 對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去描述這個P GD ISL的Grade Property 好 那我先來講一下 那就是如果你把它用一些數字帶進去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個簡單例子來描述它 像D difficulty的話就是0就是不難 1就是難 那他們的機率可能就是0.60 然後Intelligence可能就是這個人他的說不聰明 可能0就是不聰明 1就是聰明 那Grade的話它地方會depend on 就是D difficulty跟Intelligenc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Grade 你要得A B C 會depend on你Intelligence跟你的D difficulty 換你換這個 那你可以看 如果說 如果說我要拿到好成績 那我在一個很不聰明的人身上 然後他的課程是難的 那他拿到好成績的 就拿A的機率比較低的 然後相對就拿到C 就是機率比較高的這樣 好 那我們可以用圈羅把這樣一個Grade probability 就是Grade probability把它畫出來 比如說P D G I D I G S L 它基本上就是這些 probability在相成 OK 所以就是P D x PI 乘以P G G I D 然後P S G I 然後P L G G 這樣 OK 好 那 我覺得這還不錯 你可以的 這個可以嗎 可是它有在長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這邊可以長 你要用那個圖公主 對啊 看 好啊 這個這個 然後再按鈕再一個 就是 左右嗎 有有有有 那Print是前一個 Print是前面T 好 好 不錯 好 那 非常剛好 如果要算一個降給一個Grade probability 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帶進去 比如說P D R 就是0.6 然後P I就是0.3 然後G3的話 G3它基本上你要看你B跟I的狀態來決定 然後用剛那個公司就被發生出來了 那簡單來說Batient Network它其實像它這個DH 就是有項圖 然後你每個Node 基本上它是一個Condition probability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每個Random Variable 它Given它的Parent P I就是Parent 所以看 像樓上這個就是 它的Parent就是DifQuarty跟Intelligence 這樣 好 那 所以它可以用 就是P 就是如果你全部Random Variable 你可以用這樣的連成 來把它表示出來 那就是一個Patient Network 好 那 這邊要講一個Factorization Factorize 它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可以用一個G 把這個Property就是表示出來 那它就是P可以被 G可以Factorize over G 那它的Cost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沒有Independent 沒有Condition的話 你的Cost就是你所有Random Variable 然後每個Random Variable 最多不用K個字好了 那基本上就是K的N次方 就是每個Random 就有N個嘛 然後每個都是K 就是K的N次方 可是我今天你用那個 剛剛那個Graph Model 可以看這個例子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它的 Condition關係的 所以其實像G的話 它跟SAT跟Later 跟Later一點關係沒有 所以其實你這個圖 就這邊的Properability 就是會比較小 就表格比較小 對 所以假設這邊是M格 那每個G就有三格 那它的這個Compressor就是K over K然後M的次方這樣 M就是剛剛那個橫的那個次數 然後K就是它的Variate這樣 那我現在就是講完就是有像圖 那有些有些情況就是它比較不適合用有像圖 它比較適合用無像圖的方式來表示 什麼意思呢 就是譬如說有些 Intellation它是沒有Intrinsic Direction 就是它沒有一個很確定就是我影響你的關係 或者說我是一個雙向影響 就是我影響你你影響我 OK 等一下我用一個例子來解釋 那基本上它就是會叫做MACORANDOMFIELD 或者MACORNATWORK 對 那等一下我還會講一下PG FUNCTION 那先講一下FACTOR 就是FACTOR它意思就是 就這個就FY FY幾個RANDOM VARIABLE 那意思就是 我有這些RANDOM VARIABLE 可以對應到一個時數R OK 那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 就是我現在有兩個RANDOM VARIABLE A跟B 那我的PHY就是說我可以定義A0B0 它這個的PHY是30 OK 就是先有一個數學的概念這樣 那譬如說A1B1它是10 OK 它不一定是到基率 它可以是一個時數 好 那FACTOR它可以相乘 所以譬如說像左邊這個 它是A跟B的FACTOR 跟B跟C的FACTOR 那也可以把它兩個相乘 成為一個ABC的FACTOR 譬如說像 A1B1C1 它就是A1B1乘上A1B1C1 就0.5乘0.5 就是0.025 就這樣 這是FACTOR的相乘 那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MACROM NAMEWORK 那基本上它呢 跟剛剛一樣 就是每個點都是RANDOM VARIABLE 那 那 好 就是 就是它FACTOR會發生在 就是 兩個有AGE的RANDOM VARIABLE上面 這有點抽象 我們等一下用世界例子來講 好 那我們看這個例子 那這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有這個 這五項圖 那我們用個CAS來表示這五項圖的意思 就假設今天有兩個人 有4個人 A B A B C D 4個人 那 他 我用這個例子有點奇怪 就是 如果奇怪 就是我看到的講義上面 他用這個例子 就是說 他們上同一堂課 然後對於課的內容有沒有誤解這樣 那譬如說A跟B他們是朋友 所以他們會一起討論作業 那A呢 他可能會對這個課有誤解 可能沒有誤解 OK 那我們來看 A跟D他們會一起討論寫作業 那A呢 他0就是沒有誤解 1就是沒有誤解 OK 所以呢 我們可以定義就是 A沒有誤解 D也沒有誤解 他們兩個一起寫作業 他們的開心程度會是100 OK 就是說我跟你一起寫作業 那我們兩個 因為都沒有誤解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樂寫作業 然後一樣就是 他們兩個都有誤解 那因為兩個人都是誤解 所以他們兩個也會很開心 就是他們也是100這樣 那如果是他們各有一個有誤解 跟沒有誤解的話 可能就是會很低 這樣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 其實沒有一個方向性 就是他們兩個是互相影響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表之後我們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要定義它的 propriety distribution 也就是說我們目標 我們目標都一定是一樣 也就是我們要定義它的 P的ABCD 就是它的 joint property 那它會正比於就是 PhiAB乘上PhiBC PhiCD PhiAB 也就是說有 兩兩之間都會有個Phi 我們希望把它乘在一起 OK 那我們把它變成真正的機率的話呢 我們要給它做個normalization 因為這上面乘起來 其實它不會是一個機率 我們要去給它normalize 那我們把這normalize的東西叫做z 好 那像這個的話z就是等於這個 那如果對z的計算有疑問的話 可以看一下下面這個例子 就是我們把這個phi 就是大家之間的phi 把它乘在一起成為大標 OK 然後你就會得到ABCD之間的phi的值 就phi乘外的值 然後你可以把它全部加起來就是z了 所以它就會是z 然後在每個給它儲上的d93normalize的結果 所以這個z就是 剛剛這全部加在一起的結果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目標是要算P01E10這樣 就是ABCD01E10 那就可以把這幾個乘在一起 因為它就是phi相乘 然後儲上的d這樣 就在0.69 OK 好 所以我們講一下雷班斯 就是今天你有個x的一個randomable set 那你可以找到一群d d就是它的 你每次算phi的時候 你需要有一群的 它就是click啦 其實就是有h相連的一群node這樣 OK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 就是剛剛講的p 你要算這個p的join property 其實就是u除上z 就是剛剛我講那個東西 那u是什麼呢 u就是一對phi的相乘 OK 那這就是它的一般式 好 那一樣講facialization 就是 就是如果你今天p可以被hfacialized pfacialized over h 就是它要滿足 就你可以找一群phi 然後就是用一個機率來表 就一個phi然後表示它這樣 好 那現在講一下pacition function 就是剛剛講那個z 它其實有一個 重要的名字叫pacition function 對 那它說是從統計物理學來的 就是 對 那 基本上它是 就是不管是積分或是sum 就是over 所有的就是可能的join property 這樣 對 那突然它很難算 就是它 就像剛剛那個大表 就是它要算出所有的 就是剛剛那個大表 它要算出所有的 你才有辦法知道z 那 第18章會講 怎麼樣用一些 不知道什麼的方式去算 那今天我們有 就是方向性跟五方向性的話 我們要做一個轉換 OK 就我們希望可以把兩個圖 互相轉換 什麼意思呢 我先講imap OK 轉換等一下講 就是imap要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imap 那 就是 就是這個世界上真正的紀律 我們把它叫p好了 OK 它是一個真正紀律 那我們希望去用個batch network 去描述這個紀律 OK 那 通常我們去描述的 就是有可能是 剛好這個 就我們可能是用 用個batch network去描述的紀律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 完全描述它 所以先會講這個 就是imap的概念 也就是說 p可以用一個batch network 剛好可以描述的話 那p可能會長這樣 就剛好一開始講的 p的join property 就會是每個 每個to random level given它的parent的相成 OK 這是一開始講的batch network 那imap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今天有版的這個的話 那g就是一個p的imap imap就是independent map 就是它有把p的independent的關係都描述出來這樣 那通常i會被真正實際上的p效率 就是包含在裡面 對 就是實際上可能更多 就真正實際上的紀律可能更多 那如果我們今天有個imap的概念的話 那我們可以講 什麼叫minimumimap minimumimap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有個g的imap for一個 這應該是p啊 OK 那如果我們把一個add拿掉的話 那它就不會是它的imap了 就是我用最小的圖來表示這個真實的紀律 這樣 這是我的理解啊 對 好 所以我們把mimumimap 我自己理解是說 它就是一個描述independent的關係 用最小的f去描述這個independent的關係 OK 那副超角這個要講 等一下要用到 好 那我們現在講就是兩個圖怎麼轉換 OK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 機率其實沒有所謂的有象徵方向 其實機率就是機率嘛 只是我們試著用圖來表示它 OK 所以我們可以 Either選擇用有direct 有方向或是沒有方向的 Based on 我們想要描述的independent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可以用哪一種圖 可以描述最多的independent關係 還有就是我們可以用最少的h去描述這個機率 OK 好 那我們講個例子 好 現在我們要從就是由directed到undirected 就是有象到無象 那最簡單的例子就是abc 就是a到b到c 那無象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那個方向拿掉 就是abc這樣 那今天比較tricky的就是ab到c這件事情 那他說這個叫做一個就是c 他有一個bomb 那你如果要轉成無象的話 你爸媽要做連線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我覺得蠻tricky的 可以看這個例子 就是說 abc其實他們有一種就是 他們其實是有關係的 譬如說我grade很高 但是我這個人很笨 那是隱含著我的課的難度很低 因為很簡單的課我才能夠考這麼高 所以其實這a跟b是有關係的 OK 好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link在這裡 所以就是如果有遇到parent 兩個都會把連結在一起 好 他就是這個叫做moralized graph 就是把爸媽結婚這樣 好 所以今天就是你有一個 雖然一般事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個bation network 那我就把這個graph做moralized 就是需要結婚的解解 那這樣就會得到一個 就是一個無項圖 然後它會是這個g的minimum 就是說就剛才講 就是最小表示的一個graph這樣 那我們現在講就是從無項到有項 OK 從undirected到directed 那 假設我們今天give一個這樣的一個無項圖 OK 那我們要怎麼轉回去呢 那它的方法就是 就是我先把一個h抓出來 然後再抓一個h 然後就是把方向e去這樣 就新的就是把另外兩個連過來 然後d的話就是把b跟c連過來 然後e要把c跟d連過來 然後f的話就把b跟e連過來 它就這樣就轉完了 那它後面是有證明的 它意思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有個bation network 然後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個就是 講錯了 就是你有個mark of network h 就剛剛講這個h 那你可以找到一個g OK 只要g裡面是沒有immorality 那它意思就是說 我裡面沒有一個loop是大於等於4的 所以更白快一點就是 它裡面都會是 就是三 至少就是三個 三個連在一起這樣 就是右邊這個 OK 它就是 只要有這樣的現象的話 那這樣的g就會是h的min run imf OK 那證明就是 在書上有沒有去看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兩個互轉 一個是透過bation 有項圖透過emoralize 都會結婚到就是underality 然後underality透過把它tangulate 就是三角 就是畫寸多三角形的方式 把它做bation network這樣 好 那這邊轉換就講完了 那我現在講一個factor graph的名詞解釋 那factor剛剛 大家剛剛factor的了解就是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 就是ABD要轉一個時數嘛 那比如說像這個underality graph 其實你可以用不同的factor去描述它 比如說像這個factorABD跟factorBCD ABD跟BCD7 你這樣可以描述它 你也可以用ABBCD ADD OK 這個也可以 所以其實都可以去用 來就是描述這個h 那所以我們有辦法讓它更清楚的表示 就是不要就是你給這個圖 然後它其實有不同的factor的可能性 那我們方式就是 我們會introduce一個叫factor node的東西 那我們直接看例子 就是今天我要把這東西呢 更清楚的表示的話 可以用一個factor node叫這個 綠色這個 那它意思就是 今天我有一個factor ABC的話 那b把它領在一起就是 我這個圖其實就是factor ABC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 AB有個factor AC有個factor BC有個factor 那其實就是 用這樣的話就可以表示 這樣 就讓字可以更清楚 那接下來講一下 就是sampling的部分 就我們今天假設 我們graph都已經見完了 那我們需要sample這些值出來 那這邊講兩個 就是essential sampling 就是從主負拍式的sample下來這樣 然後跟give sampling 那essential sampling 特別是for有項圖的 它的意思就是我 因為我們那個dependency的關係 所以我只要從parent開始 慢慢sample下來就可以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今天假設我就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probability 它是pa pbc 然後pc givenab pd givenbc ok 那我可以從它的 就是主負拍式 pa先sample個a pb先sample個b 然後之後把samplec的話 就把ab對進去 然後samplec出來 然後一樣就把pc對進去 sample個b出來 ok 但是這樣的方式 對於無項圖是沒有辦法 因為無項圖就無項 那這時候就會引進 另外一個就是give sampling 那它的邏輯就是 用這輸入code表示 等一下我會講個例子 就是基本上你會有 N個random variable要sample 那你一開始給它一些initial value 然後你現在會給它一個order 現在會有一個loop就對了 這loop你會先給它一些 從一個order開始選擇 然後每次選一個子之後呢 你會從它的這個機率去sample 我等一下會講這機率是什麼 它是xj 然後given就是其他node就對了 x1到j-1 j-1到x2 其他node ok 然後就再update這樣 好 那 我先講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東西叫做mark of blanket ok 這東西看起來就很恐怖 但它其實它的實際意思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這東西的話 它在圖上面的意思就是 你這個東西其實是px given mark of blanket 那mark of blanket在有項圖 bation network的時候 它指的是它的parent跟它的children 還有它children的parent 對 它是有原因的啊 對 只是我沒有再去細講了 然後無項圖的話它指的是它的neighbor 就是你這個x的neighbor 就是mark of blanket 所以你今天要sample這個的話 就要找它的mark of blanket 好 那我先看一個例子 比較好懂 那這例子的意思就是 我要sample這個有項圖 我要sample一些紙出來 那這個是 欸 這是什麼 我忘記是什麼 二十塊地震 這是什麼 你們知道是什麼 不是 切到 切到 對對對 然後會有個hren 然後john code和mary code這樣 然後各自就有一些發生的機率 好 那我先要sample這個neighbor 的話呢 我先Iteration 0的時候 我就給它initial value 假設我全部都給它forse OK 都是假設都沒有發生 好 那在Iteration 1的時候呢 我要先從 就我的順序是beajm這樣 所以我就從b開始sample 那我要sampleb的話呢 我就要看它的mark of blanket 就是aern跟2 squared 好 那我要sample這個b givenae的話 你可以用bation rule 把它換成就是pa givenbe跟pb OK 那因為我們要sample的東西是pb嘛 pb是有true跟forse 那a的話呢 我們現在看a就是ff a跟e就是ff 所以你後面就帶f的值 然後就會成為這樣 f就是它的f的值 這是true的值 所以f就是1-0.02 1-0.1 ok 然後你就會得到這兩個的機率 然後你可能就在對比賽看中哪一個 然後就sample出來 所以像這個就sample到f了 所以這時候就sample到f了 那接下來我要samplee 那e的時候呢 一樣就是e我要找它的mark of blanket 就是a跟b e在哪 e在這裡 所以是它是a跟b 然後一樣用bation rule把它換掉 就是b a givenb e跟pe 好 那一樣就是我要sample這個的話 我這時候知道ab 那這時候的b呢是要用新的值 不是用舊的 就是你sample到的值就哪用 ok 所以呢 你要samplee的話 e有true跟false 然後你given的a跟b 基本上就是ff 然後就得到兩個 然後它這丟個材質 sample到的是true 所以它這計算 第一次還是可能會中 所以它就sample到的是true 這樣 然後a的話呢就同理 就是它一樣就是 a的話就是givenbe jm這樣 然後就一樣就把它帶出來 然後這時候都是用新sample到的值 然後就可以得到兩個紀律 true跟false 然後它sample到的值是false 這樣 然後就這樣 sample完一次iteration 然後再一次iteration 然後最後它就會收斂成一個穩定的狀態 這樣 那 for ontorality graph它的邏輯也是一樣 就是如果已經有k個 就是要sample的randed variable 那一樣就是從第一個開始sample 然後也是這樣找它marker blanket 然後就是這樣就做完了 就是autorality equation 也是做了也是這樣一個方式 那課本裡面說就是 根據多次的iteration 它就會sm converge 然後它很難去determine它的sufficiency accuracy 其實這個我才懂 就是課本裡面寫的 然後它做實際上會再討論 對 那我的部分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是講dening跟influence 那 它的部分是replantation是有像度有像度的表達 那nending的話 那nending的話其實就是 我要想辦法找出有像度 有像度、無像度 但我們大部分都是用有像度的中間的那些連結 以及參數 那我這一章的話 因為課本只有兩月 那其實都是很基本代表 那我主要focus 在erpoint那個influence那邊 那nending這邊我就稍微講過去 因為其實rbm那邊也算是一種lending 那我們後面有人講 那我上面講一下lending的概念 對 就是lending的話其實有一些東西 它大部分 lending目前的情況的話 它就是分兩種 那其中一種的話就是 其中一種就是你要把那個有像度、無像度建起來 所以那個沒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大部分都是用那個土地攝取的方式 然後去想辦法把你的那個edge建起來 那這邊就是一個比較表 也就是說你今天 也就是說你如果今天你的資料值是 你資料是完整的 那你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資料結構是完 你給資料是完整的 然後結構有支 就是你知道那個 那個有像度的結構 那你就 那它就是一個close code 那很好求 那如果沒有的話 結構是未知的話 那很 你就要想辦法把那個 把有像度、五像度給求出來 那如果比較麻煩的是 如果你的結構是 結構是 結構只有部分的話 然後結構是已知 但是你資料值是部分 也就是那個later variable的話 那你可能就必須要用一些 用EM的方式 既去求你的結構 又去求你的變數這樣子 對 那 對 那如果兩個都沒有的話 那你就是 用結構式的 就像結構是你的EM這樣子 對 那 那其實大部分這邊的話 這些的方法的話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那個 其實大部分他都是 他的方法的話都是規定攝取 去攝取那個 然後他會定義說你攝取的score的分數應該要是怎麼樣 對 那我是 對 那所以這邊不是我 能理的WRAM 大部分就是這樣子 我不是focus在那邊 那我現在在講的部分是推論 推論的部分的話主要分兩種 推論部分分兩種 一種是直接推論 一種是直接推論 一種是近視推論 對 那近視推論的話 主要就是17、19章有很多 然後這邊會舉一些東西 那其實在剛剛講的貝視網路的話 其實我們一般的話 我們不會用那個 join probability 就是用全部的點去描述那個 去描述機率 因為這樣子的話 那個要儲存的東西實在太多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都 我們用條件機率去描述的話 一方面是因為 你要儲存這個 這樣的話 你要2的5次方 對吧 但是你如果用條件機率去描述的話 就是你就是描述他父母的table 父母的值 然後這樣table 所以你要存的東西比較少 而且他也比較好 用延程的方式 你就可以算出 算出他的join probability 這樣子 所以這是用條件機率有好處 那推論 嚴格說起來 算一下 這是一個我得到了6筆的數據 那我得到了6筆的數據 那S代表 S代表 這是6筆數據 然後這是 我有得忘掉那個名稱 Smoke 對對對 然後C是Cancer 然後B好像是肺結核 然後D是 D是什麼 我有得忘 D是會被咳嗽的樣子 對 然後 所以說這些東西 這些並爭是互相有關聯的 對 是互相有關聯 你透過剛才的 你透過剛才你所得到的資料 你可以見他的條件機率表 對 那其實你見好條件機率表以後 你會發現 你見好條件機率表以後 你去重算 你去重算所有的資料的那個 你會發現其實你會得到一些 一些其他的資料會產生出來 對 這就是你見 你見出那個 你見出Connection以後 最有些東西就會被產生出來這樣子 那比較特別的是推論 比較特別的是推論 推論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說你今天所有的結構都已經見出來以後 那你可能今天你想要 我今天所有的結構見出來 也就是抽菸可能會導致Cancer 那這樣子 那我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 想要反向過來去推一些不在這些表上面的 應該說不在這些條件機率表 不在這些條件機率表上面的關聯性 也就是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我D發生的情況下 D發生的機率是怎樣 反向過來這樣子 那我就必須要去算 D發生的情況下 D發生的機率是怎樣 那你就要去回推這樣的情況 那你會發現說 你會發現說你要D 這是被視定理嘛 D發生的情況下 B發生機率 那你會發現說 你必須要把其他的SBC 然後跟BC這些情況窮變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你D-1 那SBC SBC的情況 那你要排列組合這些東西 然後重新這些D到BC這些發生的情況 那這就是你推論 一般推論的話 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model如果太複雜的話 你從你推論過去的話 你寫出來的模型 你要計算的話 其實是很龐大 那所以說 推論的話 如果有推論的話 一般的模型的話 然後會有一個visible 然後如果是有laten variable的模型 剛剛講的都是 是直接圖論是沒有laten variable的模型 那如果你就有laten variable的話 那就是有visible 然後有hidden variable跟parameter這樣子 那就是像這樣的情形的話 那推論其實就是反過來 用v要去推h這樣子 visible去推h 那從剛才 其實由 你如果今天的結構是 今天的結構是 我用這個圖不好 應該是有項圖 那你這個 你的那個 如果你今天是這樣的 你要反推回去 你會遇到像剛那樣子的問題 也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你去 你可以看那個 這個base定理 那這樣子看 那 你會發現的話 你要算 你要算出這個機率模型 v推到h這個機率模型 因為我們有這個 我們就可以去回推了 對 那這個機率模型的話 其實你必須 最大的問題會卡在pv的地方 比如說你要去積分 因為h h到v 和h 和p h 這些都是一致的 對 那你就會卡在這個 這個pv的地方 那因為它是需要積分 對 那一旦你的底項需要積分 你才可以回推回去 它這個積分的意義 其實就是 就是把那個 就相當於是重盡 那個所有的組合 所有hidden variable的組合 這樣子 就跟剛才那個直接推論一樣 所以你說你這個機率 它就會很難 很難計算 所以你會很難算 所以說即使在這個推論上面 也是一樣的問題 那所以說就會 還沒有 一般的話 這個問題的話 這個問題如果你在結構裡之 你已經把整個結構都算出來 然後參數也都算出來的話 那你的話會用gift sample 去剛剛的gift sample 去解這個積分的問題 對啊 那可是 可是如果你的h是高維度的話 那你其實用gift sample 你的會非常的慢 所以的話 我們一般 我們就會有另外一種 用apposimate inference的方式 去解這個 去想辦法把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推論給算出來 那這個推論的話 其實apposimate inference 其實就是說 我想要解這個v 以資到 hidden variable 這個機率模型 我不用 我不再去算剛那個了 我直接去想辦法求出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q 另外一個模型出來 那這個模型的話 是由我們自己定義的 這邊就是很多 有很多的方法 那他主要 他是怎麼樣子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會 他先定義出那個kl diverge 的那個 kl diverge kl diverge就是一個 去比較說兩個 紀律模型 他到底有多相似的一個function 對啊 那這是他的定義 對 那 那其實從這邊就不太去 不太去看 你可以從kl diverge 這邊繼續 他的推論 因為其實是這個還蠻簡單 就log 分開 減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 從kl diverge最後被延伸出來 你就會發現他 他其實最後會變 會延伸出這樣子的公式 那這邊會出現一個 ln pv 那個ln pv 這個是定值 對啊 這定值 那你就會有kl diverge 跟這個 跟這一項 那這一項就是這一個 那我們通常 我們為什麼要定義說 那個 我們要求解q 那我們先從kl diverge 去看說 我要逼近說 這一個 這個 這一個 這個p的定 的關係式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要求解 這個l的話 這個l其實就是一個叫 mesma evidence lower bound的 function 對 那 等一下 好 看我們一 等用圖 其實就剛來看 你可以看到說 ln pv的話 其實就相當於說 那個lq跟kl diverge 之前的相加 對 所以說 你要 我們要求解kl diverge 也就是說 我們要求解一個q 非常近似 那個我剛想要近似的p的話 就相當於說是 是要求出 是要把這個值非常小 minimum 其實就相當於 maxima這個l 所以說 我們的問題就可以轉換成 我要想辦法求出一個q 他符合kl diverge minimimum 變成說 我要maxima那個evidence lower bound 這個function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搞剛 就是從那個 那個kl diverge 跳到說這個 跳到 minimum 跳到說 maxima evidence 是因為 因為那個kl diverge 你還是 你在裡面 你可能還是要算到 posterior的部分 那posterior就是剛有說 你如果要maxima他 你勢必 你在最佳化演算法那時候 還要算這個 這個部分 但是你用 你用maxima evidence的話 你這個pHV這邊會是移植的 那q是你自己設的 你自己定義的 的function 所以他會比較好求 請問 你現在有連合截律是移植的 是什麼意思 pHV是移植的什麼意思 噢 這一個模型 這一個我現在要做推論 是假設已經學完 learning了 所以learning已經學完了 所以你的pV 還有p pV 和p 對 pV和pHV p 不是 是pH 還有pH 的條件 拘律V 這個都是移植的 所以你靠這兩個東西 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這個 就這個模 你應該 你這麼想他的模型就是移植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移植的 我現在只要做 對 拘一論這件事情 對 好 所以你它機率可以用的 佛像圖已經定義好了 這樣 對 你已經求出來 這是你要推 沒有不敢向見的 所以 對對對 是 所以說 mini my care of diverge 就是 等於去 mess my VLBO 那你同時間 你已經 你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從 那個 gib sample你的問題 轉換成 最強化的問題 對 那 對 好 這個 放在後面 那 那其實你有了 KL-dive Mess my VLBO以後 你最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用EM的方式 去固定住 固定住C卡值 然後再去酸 固定Q值 再去酸 這個是Nending的部分 Nending 對吧 那 其實 Q 剛講到Q的部分 剛講到Q的部分 就是說 Q的話 定義的話 其實有一個比較常用的 叫做 Main field 的apposimation 就是把你的Q Q的 你的 把你的那個 eaten variable的每一個維度 都獨立出來 成為獨立的一個模型 所以不同模型 互相相成 這是定義 我可以定義 Q是一個這樣子 就是每一個維度 這幾個模型 這樣子 去定義 然後去 去這樣 這樣子好像比較 最後會比較好計算 這樣子 那 他的計算的話 還滿 最後 加進去 EOBO那邊還滿複雜 所以沒有 繼續追下去 對 那 用結構化的 書上是這麼說 你用結構化的模型 也就是說 你可能 模型不用自己去學習 那你已經 已經事先有這樣結構的話 可以降低你在 你在表達跟學習 已經推論上面的 的時間 對 這是基礎的檔案 那Sampling當然也會被夾住 因為你不用再忍你 對 那 啊這邊我未聽太懂 對啊 對啊 大部分結構 結構的學習的話 都是一種VD的 VD的社區 然後大部分的 Inference的問題 都是intraceable 也就是說 就是說他需要積分 那我們不是用 deep sampling 就是 approximation 就是他 這種都算是 intraceable 對啊 對啊 圖形 基於模型的話 我們就能表達一些 比較複雜高位的 分布 但是 不一定好求 那個Messimus T的 大張就這樣 那我這邊會講一下 最後就是 dividendity 跟那個PGN 它之間的一些關聯性 那 這邊我再就是幫大家複習一下 其實PGN 就是PGN 就是proprietity的 利用那個機率的理論 然後 用 GRAPH 的 就是GRAPH的方式 來描述一個Model 分成兩個Model 一個就是Base Network 就是有像圖的 跟無像圖的 MacBook Network 那Base Network 就是有像圖 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Jason剛剛講的 它的Node 就是 它這個的 每一個Node 我們就可以 把每一個Node 視為一個 Variable 那每一個Node 它是Base 於 它Parents的 Propriety 那另外就是 如果是節點的Node 我們會希望說 它越少的 Interation 就是 它兩個是 Node 跟Node 之間是 是盡可能的 Individual 所以 如果我們 要來描述一個Model 用GRAPH Model 來描述一個Model 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 Squared Matrix 來表示 那